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猎王记下》第十七章 《猎王记下》第十七章总共有四十一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北国末后的王和西亚,以及北国以色列的灭亡 我们把这一章分下段落,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北国最后一个王和西亚和北国的灭亡 第二段是七到二十三节,北国灭亡的原因 第三段是二十四到四十一节 亚述帝国不断地将外族人迁入以色列 外族人与留下来的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 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民族,叫撒玛利亚人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以至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将以色列国从大魏加夺回 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做王 耶路伯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 陷在大罪里 以色列人犯耶路伯安所犯的一切罪 总不离开 以至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树 直到今日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在前面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 我们结束在了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的内容 在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就提到 以拉的儿子和西亚背叛北国的王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击杀他串了他的胃 接着从第十五章的三十二节 一直到十六章的结尾 经文就穿插了 犹大王约坦和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的内容 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 第十七章的开头 圣经就接着十五章的三十一节 来讲以色列幕后的政权 这一段时间是由沙拉比加的和西亚执政 他做以色列王使 是南国的王亚哈斯的第十二年 和西亚在北国做王九年 本章第二节的圣经评价他 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抗为恶的事 但在犯罪的情况上 比以往的以色列王要轻 圣经客观的说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和西亚在做王使是主前的七百三十二年 这个时候 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软弱的国家 和西亚只是控制着撒玛利亚一小片土地 因为按照第十五章二十九节的话 就在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的年间 亚树王提格拉·匹列瑟 已经来夺了以云 亚伯伯玛加 亚罗基底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 和拿夫塔利全地 并且还将这些地方的居民 都掳到了亚树 所有的学者们都告诉我们 这就是北国以色列第一次的被掳 这一年是主前的七百三十二年 等到决定性的被掳 北国彻底的灭亡 是在十年后的七百二十二年主前 亚树帝国第一次掳了北国以色列以后 只留给了和西亚一小块地方 虽然他没有被圣经形容的 像以往以色列王那么坏 但是他的状况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从整体上来讲 北国以色列王和人民都已经恶贯满盈 神所容许的审判越来越临近 以色列王国的时间已经进入了盗计时 第三节到第六节 经文用非常简略的话 形容了以色列国幕后的情形 这里提到了另外一位亚树的王 叫撒曼以色 这位撒曼以色在历史上又叫做撒曼以色武士 他乃是提格拉匹列色三世的儿子 他在主前七宝二十七年的时候登基 成为亚树王 北国的王和西亚最初应该是向他进贡 但第四节告诉了我们和西亚的背叛 他转而去投靠埃及 误认为埃及能够帮助他得胜亚树帝国 当时的埃及王名叫苏 和西亚因为投靠埃及 而不继续向亚树进贡 这彻底惹恼了当时的亚树王撒曼以色 他于是派兵围困撒曼以色 抓住了和西亚并将他囚禁 第五节又讲到亚树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 并且围控了撒曼利亚总共有三年的时间 一般认为这一段的描写就是指 从725年到723年间的围困 这段时间 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王 全凭着撒玛利亚的军民 依仗撒玛利亚城的优势 抵抗亚树人的围攻 亚树人围城和撒玛利亚军民 坚持的时间总共长达三年 所以最终撒玛利亚呈现于或者被认为是723年或是722年 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对究竟是哪一个亚树王攻陷了撒玛利亚 看法不一 比较多的人认为 那个时候做亚树王的已经是撒尔根二世 因为在亚树留下的文献中 他曾经声称自己从北国以色列掳走了27290人 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 攻陷撒玛利亚城 使北国灭亡的亚树王是撒曼以色武士 还有人认为 由于撒曼以色武士攻下了撒玛利亚以后 不久就去世了 所以紧接着做亡的撒尔根二世 便把攻取了撒玛利亚城的功劳 归在了自己的名下 但不管怎样 如今这一观点并没有统一 所以大家未来看到相关的资料 可能会有两种看法 这都是正常的 按照圣经的经文 第六节说 和西亚的第九年 亚树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掳到亚树 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戈散的哈勃河边 并马代人的城邑 这里所讲的哈拉 可能是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 加底蒂斯 而戈散 可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 戈散 是位于哈勃河流域 哈勃河 是右发拉底河的一条重要之流 另外一个地点 是 米索不达米亚西边的马代 这一区域 位于 离海的南边和底格里斯河东北边 到此随着北国以色列的居民被辱到一帮 北国以色列的国家主权正式结束 在亚述帝国留下的古文献中 撒曼以色的继任者 撒尔根二世这样声称 在我统治一史 我征服了撒马利亚人的城镇 我把其中的居民 两万七千两百九十人当作囚犯带走 我又从他们当中装备了一些士兵 建立了五十支战车部队 我又重建了那个城镇 让它比过去更美 又从我征服的各国中 千人来入住 我立我一个官员做省长治理他们 又叫他们纳贡 就如亚述公民要磕税一样 顺便这里提一下 亚述王撒尔根二世 做王的时间 是主前的七百二十二年 到主前的七百零五年 不管毁灭了以色列的 那个亚述君王究竟是谁 神的确为他犯罪的北国以色列子民 预备了怒气的仗 这仗是专门用来击打 那亵渎的国民 大家可以参考 以色列书第十章五节和六节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二段 七到二十三节 在圣经作者的眼中 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从本章的第七节到第二十三节 《猎王纪》先知性的作者 就着北国以色列灭亡 做了如下的检讨 从总的概括上来讲 以色列百姓是背弃了 于神所立的约 犯了敬拜偶像的大罪 所以在南北两国之间 北国率先倒下 百姓被掳到一帮 这乃是神对他的子民不信不义的刑罚 圣经的作者总结到 伟大的以色列的神 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但现在却把他们交在亚述帝国的手中 这是因为神的审判已经来临 所以说在总的结论上 一个蒙救赎的国民遭遇到如此的下场 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耶和华 他们的神 圣经的作者讲了许多的理由 但总的来讲 这些理由分成三大类 第一 以色列国灭亡 是因为以色列人随从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邦人的风俗 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这些风俗包括 敬拜外邦虚无的神 又在高纲上 利亚沙拉和其他的住相 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 他们明明的瞎了眼 把伟大上帝所创造的万有奉为神明 而且还把儿女用火烧为祭物 并且还占谱行法术 企图操纵灵界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 就是所说的 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这方面是专指 但和伯特利所敬拜的金牛犊 另外还包括 北国的王所敬拜的巴黎 第三个方面 以色列百姓 厌弃了神的约和神的律力 不肯去遵守 因为他们不信服神 所以总的来讲 以色列百姓得罪神 是因为他们不以神为可靠的 反而失去依靠 那完全不可靠的 而他们所敬拜的 反而就成为他们的网罗 把他们引致更深的沉沦 直至整个国家都灭亡 仔细看一看 从第七节 一直到第23节 实际上以往的篇章中 神借着先知的警告非常的频繁 反复所告诫他们的 不过就是这些方面 但是北国以色列的人 从君王到百姓 置若罔闻 最终当结局到了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所以藐视神的主权 不肯听神借着先知所发的警告 其下场是何等的可悲又可怕 18节19节很关键 里面提到 神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便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了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但这里同时也向犹大发出了警告 因为在神的眼中和先知的眼中 就连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 他们神的诫命 竟然去随从 北国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 所以这句话暗含着 圣经作者也预先告诉了我们 17章以后 南国犹大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 也将会是跟北国一样 遭受到被掳的结局 23节特别强调了伟大神的主权 神所做的正要印证 从前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所讲的话 这些话一句也不落空 尤其是关乎以色列百姓将要被掳的事 所以大家在读第二大段时 从第七节到第23节 好好思想一下 北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 第24节到第41节 在第一段的第六节 经文讲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的经过 同时也讲了把以色列人安置在外邦的地点 后来被迁到外地区的以色列人逐渐的在历史上消失 因为亚述人强迫他们与当地人通婚 最后 以色列人便没有办法以血统的纯粹 以及信仰的独立性各个方面来显示他们的存在了 这些被迁到外地的人最终在历史上消失 这也就是有名的被叫做是丢失的十个支派 丢失的十个支派主要是指北国被掳 但这里所说的丢失并不等于北国十个支派完全消失 北国仍然还有剩余的一些人 这个部分我们将会在历代至上一到九章的内容当中来讲 第24节到41节讲的是 当亚述人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掳走以后 就从当时亚述帝国其他别的地方 不断的向以色列帝来迁徙人口 这就是将外族人安置在撒玛利亚 这些外来的人口与仍旧留在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杂居 这乃是亚述人有计划的民族策略 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有组织的民族主义的叛乱 在未来发生 24节说 亚述王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 和西法瓦因 迁移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义 代替以色列人 这些地名当中 古他被认为是距离巴比伦 长东北24公里 亚瓦在哪里不能确定 哈马就应该是叙利亚北部的哈马 西法瓦因 目前位置不详 经文接着交代说 当这些人来到了撒玛利亚 由于完全不认识耶和华 所以他们就受到狮子的侵袭 于是有人将这事报告给亚述王 报告的说法是 这些从外地被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民 由于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亚述王于是下令 从贝鲁的以色列人中 找了一位祭司 让他回去 教导当地人 怎样敬畏耶和华 但其实这位祭司 应该就是敬拜 但和伯特利金牛犊的祭司 这位祭司回来 后来就在伯特利住下 记者 伯特利就是从前两个敬拜金牛犊的偶像中心 所以这个祭司 后来就只叫那些外地来的人 怎样敬畏耶和华 弟兄姐妹们 如果这个祭司 从前是释放 但或伯特利的金牛犊的 你就可想而知 他能怎样教导那地的人 敬畏耶和华 29节到33节实际上所讲的 就是那些从外地迁来的人 和于当地剩下的北国以色列人 混在一起的状况 他们的信仰极其掺杂 又有残存的耶和华神的信仰 又有但和伯特利金牛犊的崇拜 另外还有为自己制造的神像 29节说 他们都被安置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有秋坛的殿中 大家注意 在29节 圣经第一次出现了 撒玛利亚人这种教法 撒玛利亚人的信仰 以及血统 复杂的不得了 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 他们的血统中 有巴比伦人的成分 古他人的成分 哈马人的成分 亚瓦人的成分 西法瓦因的成分 有什么样人的成分 就有什么样人 带来的宗教性的成分 所以撒玛利亚的宗教当中有 巴比伦人造苏格比那像 古他人造逆甲像 哈马人造亚士玛像 亚瓦人造逆哈 荷塔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 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 32节33节 进一步的在讲 撒玛利亚人信仰上的 摻杂和摇摆 他们惧怕耶和华 也从他们中间立秋潭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潭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 就随何邦的风俗 大家请注意 34节到41节 是经文特别对 从人的血统到信仰混杂以后的撒玛利亚人的评价 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讲 会对我们读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特别有帮助 大家可以参考以色拉记第四章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猎王记下第17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一章的重点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 另外大家注意 北国在灭亡之后 亚述王从北国以外的地区 迁来的民与北国以色列原地剩下的居民 通婚杂居后的结果 最终是产生了撒玛利亚人这一特别的族群 而他们的信仰当中 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异教掺杂的成分 了解到这个背景 我们才能读懂约翰福音第四章 好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喜乐充足的信心来到主面前 愿天父以他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今天读到猎王记下第17章 就看到了 以往神一直借着先知警告北国 但是王和百姓就是不听 所以终于深受允许的外邦刑罚的仗打过来 北国以色列国破家亡 人民被掳 政权不复存在 有很多的人民在外邦的环境下渐渐消失 而留在本地的又被强迫与外族人混杂 通婚 所以到后来 无论血统和信仰都有掺杂 我们说这是何等的不幸 这样的子民 已经没有办法再完成伟大神的托付 也不会再活出神子民荣美的见证 愿这一切都成为你我今日信仰的见解 让我们既牢记这一切 就可以谨慎自首的 在神真理的道中而行 愿神大大的赐福大家 爱你们